您现在收听的是Afterwork 我是博森 我是Anthony 我们是下班后分享日常的老百姓 希望能在同温层中取暖 也希望带给你温暖 欢迎收听Afterwork 我是博森 我是Anthony 我们很久没有讲这个了 没错 好今天这一集呢想要来聊 你很想聊的主题 出柜啦出柜 关于出柜那件事 这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所以就交给你了 好anyway反正就是因为 我久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叫 亲爱的初恋 我有看这部 这部我蛮喜欢的 然后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想法让我印象到现在我都还很深刻 它就是好像有提到说 为什么只有同姿要出柜 这期好像是一直都是 很多常性恋会有的想法 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个乔端是 所有异性恋出柜 对那一段超好笑 I like girl I like what 后来听到我就说 对耶 为什么只有同姿要出柜 好像好像去变成是说 我觉得出柜这件事情 好像就跟同姿绑在一起的那种概念 你不觉得我 反正就是没有必要去讲 这件事情只有慢慢分享 来 你可以分享 我没有什么好分享 反正就是那个观点 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印象极度深刻 就是为什么只有同姿需要被绑定说 啊你就出柜啊 你不觉得吗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直都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也没有 非得要去跟大家公开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不管你喜欢男生女生 我觉得那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人类 真的是无关性别 所以我觉得我就会撇掉那个性别的部分 我只会只会说我喜欢谁 就比如说很多人会喜欢 会说你是不是喜欢男生 我想说为什么要focus在性别这件事情 我就是喜欢一个人 我就是喜欢一个人类 not one 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没有必要去讲说 我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 其实那个好像就是 大家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我自己这样觉得 因为怎么说 我参加过游行 我是没参加过游行 在游行的状态下 他都会很像想要提倡出 同志的身份 跟大家都一样 可是这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没有要赞 这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的一个艺男朋友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同志游行 都一定要裸上半身 我说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那个艺男朋友 想要讲的观点是说 既然你们想要 融入这个社会 想要融入就是 跟大家一样的话 那在游行的状态下 为什么 不跟大家一样就好了 他这个一样 其实也没有到一样 我也不确定 他的一样是指什么 可是因为像直男 也可以裸上身 对啊 哈喽 所以也没有到不一样 他这样讲的时候 就说 对耶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所认知下 同志圈 会以动物来分种类 我跟你们讲什么 有有 我们好像有聊过这件事 然后我身旁的一些 异性恋 朋友觉得很神奇 但是 我就会跟他们说 我觉得没有很神奇 用动物去区分 种类这件事情 很讽刺 那应该说 大家既然这么想要跟 平常的 异性恋 一样的话 那为什么你何苦 把圈内人 跟圈内人 自己去分类 而且像如果讲 什么出柜这个 其实网路上 以前开始就 网路上会有很多那种 调侃 同志的东西 比如说 一眼看出一个人 是不是gag 或是如何在人群中 发现一个同志 对 why 这个时候 大家就把同志 当做什么 一个动物园里面的 一个动物 猴子吧 他在把这个同志 跟正常人 做一个区隔 所以这好像就是 有点歧视的感觉 歧视不单单只是 你永远恶言相想而已 因为歧视往往也会 就是在划分你我 对啊 用这些东西来区分 我觉得都是一种 在贴标签的 不是很友善的行为吧 像你既然不想 被贴标签的话 那你就去认识 不可以说认识 就是去了解 另外一方 怎么去想 甚至你们可以 做个讨论 搞不好你们 也可以很友好 像我身旁 有一些同志朋友 就会很惊讶说 我身旁 竟然全部都是直男 或是异性恋 友人 我说也还好吧 你会从他们的那些 讲法跟人家聊天的过程 才发现 哦原来 他们口中所提到的 同性恋 是跟我们圈内 跟圈内的完全不一样 就像你讲的 他们可能觉得说 哦你们不是有雷达吗 哦你们不是 你们都会越炮 whatev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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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就是很 大家会有的刻板印象 我就觉得 哦原来大家会这样子想 蛮有趣 就是你要试着尝试 了解另一方怎么去想 而不是说 用透过什么任何管道 然后只说 哦干大家都这样想啊 什么 whujia 都这样想啊 blah blah 搞不好他们其实 没有人这样想 像这里有个网络影片 不是有说什么 有一个游行 刚好whujia 也在 然后有一个 whujia 的人来跟 同志方的 在沟通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 那个whujia 的人被说服 我问你们 印象 这件事情 一个女生 还什么 好像有看过这个影片 那就是这个 开端的桥梁 哇 原来还是有人 可以沟通的 对 还是有人是可以沟通 可能可以理解你们 这个族群吧 反正就是可以理解 你的身份 对 虽然有一些 确实 两方都有一个 很极端的 一派人士在那边 就是会有一派 可能就觉得 哦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相对的 同志这边 一定会有一派的 比较极端的人在 但那些极端的 想法不见得是 代表了 全部人的想法 一定是 因为他们已经是 他们是极端的那一派 那他们 我觉得他们发表 原来不代表是 全部人所想 像有些可能就觉得 哦同志就该 干嘛干嘛干嘛 可是我就没有想要干嘛干嘛 像我以前很常问 我的一些异性恋朋友 都会说 哎你们觉得同志 应该要干嘛 你怎么会问他们 这个问题 妙吧 就问了好奇 难道是要 做出某些行为 或是 做什么样的形象 或是做到什么样的状态 才会说 哦 我可以被人家认定说 哦你觉得同志吗 就我觉得那个很没必要 是啊 是啊 对啊 那我可以分享 就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会有一种体验 就是 我们生活中的同志 不管是gay还是lesbian 他们都特别优秀 要嘛就长得特别好看 要嘛就特别有才华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这其实叫 幸存者理论 就是 不是因为他特别好看 他特别有才华 所以他才成为lesbian 或是他才成为gay 而是 因为这个社会残酷套 只有这些极端优秀的同志朋友 才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才不用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才不用像潜伏 在一个地方里面20年 比如说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驻法的大使 他曾经携带过他的同性伴侣 去迎接他们国家的首相 你不能不说就是澳大利亚 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了 他其实已经不保守 对澳洲 但是他的同性伴侣 依然被随行的人员要求要留在基内 他不可以陪同他去迎接这个国家的首相 所以你看到什么 就是即使这些人很优秀 他依然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难关 我觉得没有办法 就是你必须要成为 你有时候可能要成为很顶尖的人 你才可以享有一些很 享有最普通的待遇 应该这样讲 所以这世界上就是很多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好像是这样 对好像有些那种可能 大家所看到那种很优秀的那种同志 精英分子 他们也是 就你为什么会觉得同志都很优秀 因为只有优秀你才会被看见 你才会被同意 这很怪吧 这超怪的 虽然那些优秀的人确实也替他们自己的身份 同样的人发生 就可能像 就是你一定要走到一个很顶尖 或是走到一个很极致 或是真的极度成为一个领袖 你才有办法发生 有一个没有名的设计师 我虽然忘了他的名字 他也是个同志身份 哪一个国家的 台湾的 大家都知道的名字 念永珍 念永珍 对 sorry念永珍 念永珍也是同志身份 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是设计师 他很常说 诶干 念永珍真的是替你们同志发生 他很呛诶 我说对啊他很常在社群上骂人 那个歌手也是啊 Hush也是啊 像前阵子公投大选啊 或者是 只要有任何他们发生 有关同志的一些议题 让社会大众去审视的时候 这些优秀的精英分子 在替自己身份立场 跟自己圈内的人发生的时候 他们也是蛮积极的 他们优秀归优秀 可是他们也是会遇到 所有普遍同志们会遇到的问题 就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也是其中一种 所以同志真的不用特别需要出轨 老实说 虽然大家就会 你们出轨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是个normal的事情 因为像出轨就是在亚洲国家 其实就算台湾再开放 还是很多家庭是 会有一些家庭革命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建议 大家一定要出轨 你要分享你的出轨故事吗 OK啊有没有听到 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确实其实是 你是不是也是不得已 我没有不得已 但我只是 那时候刚好是我20岁的生日 好你来分享你的出轨故事 所以我就 出轨离我 对 荒谬吧 然后就觉得 好像那来出轨一下吧 反正好像也没差 那时候是半夜 而且我还找我一个朋友 我还有时候会跟我朋友喝酒 我说 要不要到我家喝酒 但是我要先出轨 然后我朋友说 干真的假的你要出轨 我说对 到底是什么计划 然后我朋友 我朋友在楼下抽烟 然后我在楼上 然后就跟我爸妈在那边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哥刚好也在 那时候是先跟我哥讲 然后我哥就说 哦你就讲啊没啥 我会陪你啊 whatever 后来我就先跟我妈讲 但因为我跟我妈感情其实蛮好 我也有看到我妈当时有哭 我也有哭 然后我妈就算就说 我不知道是我该带你去看医生 还是我该去看医生 你知道大家会不会讲 哦同时就是病啊 whatever 没多久我爸也出来 爸也出来就说 哦你可能是因为 你现在比较常跟男兄朋友一起出去玩 或一起干嘛之类的 所以可能导致你对于男生的情愫 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他们两个我都讲了一个观点 我都说不是因为这些事情 而是因为我们人也是一种动物 那动物的本能就会交配 既然狗跟狗都会做爱 那就只是因为他们公跟母会有性冲动 那你会生肖 就是你对妈妈有性冲动 所以才生肖我 哦我就对男生有性冲动 所以我才会喜欢男生 这个是天生 这是人的 你跟你爸妈讲这件事情吗 哦对啊真的 可是人的动物本能啊 我们人也是动物啊 我不懂你有什么好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的天生本能 性欲的驱使 甚至是一个 人本来就该有的一个情愫 只是我刚好的情愫 是for男生 所以你就这样子 对你爸妈性教育的概念 也一看了 如果有这种 专业的什么动物专家 也可以帮我解惑 反正我讲完这个 我就去吃消夜了 是蛮不愉快的 除了因为后来 隔一个礼拜的那段时间 我们家都处于一种 就是冷战状态 就是没有人想要讲话的意思 可是你爸妈没有做出 什么极端的反应 嗯没有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 maybe台湾 maybe国外 whatever 就是会 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 有些父母的确会做出 驱逐家 家里 对对对 但这些真的是 因为毕竟 每个人家庭不一样 我懂 所以大家遇到的 状态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 有些人就会提倡说 哦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没有准备好 或是你没有 确立好的话 不要出柜 因为怕你们家 可能发生什么事 在那时候不是在那个 提倡那个同志 婚姻那件事情 大概要投票那件事情 也是有同志 支持反方 但他不是说 支持反方的那一票人 而是 他自己的本身的想法 是他觉得 如果今天 有些可能真的是深贵 深贵意思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真的 他其实没有想要出柜 他可能没有想要 让他爸妈伤心 或什么的 所以他可能就不特别的 想要跟家里阐述说 哦我是同志这件事情 比较不希望 自己的身份被曝光 或者比较想要低调一点 那一种 那他们就会比较 否可能会 不支持 结婚这件事情 可是这两件事 很不彼此干涉 因为他们怕说 如果今天 他出柜 然后他爸爸很伤心 的话怎么办 他们不用出柜 他还是可以支持 同志婚姻 完全是不同的 不同两件事情 完全是两件事情 对但他们却又打在一起 有些人可能真的会不支持 maybe 有些人可能真的 有些同志身份 但他可能不支持 同志结婚 maybe I don't know 我自己是支持那排的 不管我要不要结婚 但是我觉得 那是一个很基本的权益 确实是 所以就是就算我不结婚 我还是会去投同意 就是至少你要有这个选择权 我懂我懂 对这是一个选择权的部分 这个真的是个权益问题 因为连我都觉得 干啊凭什么 你们一心的可以结婚 我们同志不能结婚 这个是个很 就是很基本的 这很基本的 法律的需求 好anyway 反正现在就有转法 反正大家要解决 反正现在同志可以结婚了 你要解决 反正就是这样 我自己是觉得 初不初会这件事情其实是 所以你的初会故事就 就这样 就告一段落了 后来没有怎么样 后来是隔了 大概一个月吧 还是多久 我以为是真的是在贺天看电视 然后我妈刚才旁边 虽然很认真问我说 哦你真的喜欢男生哦 我说嗯 然后后来蔡英文当选 那个时候 爸爸可能觉得说 哎呀这个就是让那个同志 结婚那一个哦 哦但是也没讲什么好算 反正他们自己 想表达的一些想法 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样 但是到了这几年 一两年吧 我妈比我还更 应该说我妈有渐渐的 开阔的胸襟 去了解这件事情 像我现在另一半会 来我们家 然后我妈可能就会跟她聊天 或者是会惯性她 像之前那个COVID-19 不是很严重吗 因为她也有确诊 我妈就说 哎呀一秒 寄个什么清冠药给她喝 或什么 她还好吗 一个人住什么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蛮新 我妈好像确实有为了 什么而去改变自己 那蛮好的 听起来蛮好的 对啊 因为我妈就是觉得说 她有说出一个观点 是她怕说 儿子到老 甚至快要怎么样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陪 就这样 我说哦好哦 至少她现在 有接受这件事情的感觉 连她还会说 哎你也知道你爸 那个家庭怎么样怎么样 哎你自己要低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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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哦好哦 那蛮好啊 恭喜你的出贵故事 应该算是 有一个比较圆满的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家庭不一样啊 不好说 对啊 所以就是没有 没有一定要出轨 那如果聊到这里的话 我还想要分享一个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跟你家人出轨 你的家人就一定要接受 没有 我在想 我完全没有 有这些想法的人 我觉得都是情绪勒索 对啊 这个超情绪勒索 反正就是有一些网红 他有分享 如果父母不能接受 就是不行什么 反正就有些会讲的比较强 说为什么父母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我 我就很想问 为什么父母一定要接受你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所有小孩都有这个观点 我觉得父母其实也很可怜 就是 为什么我们小孩 要做什么都好像都可以 就是你完全也不用顾及 你父母的感受 然后你父母不接受你 你还觉得是他们的错 就是我觉得很多同志 会有这个情绪勒索 不分担 sorry 他是有在他的平台讲这件事 不只是他啦 就是有些同志 的确有这个想法 你没有听过吗 很多这种故事 是我听过很多 他们父母不能接受 他们都很难过 可能有些的家庭关系 很紧密 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好 但是你却不能接受原来的我 但是 小孩好像会觉得 父母一定要无条件的 完全接受 你原本的样子 我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大家都会说 你就出柜啊 不会怎么样 中间你他的孩子啊 他们还是会接受 对 大家好像会被这个事情绑住 我一个朋友好像有跟我讲过说 你的父母凭什么 马上就接受你 你要想 他们以前的传统教育 跟你现在接受的教育 是两回事 所以你直接出柜 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因为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学习 去了解 去认知说 社会不一样了 可能时代不一样了 所以有些事情 可能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转化 比你要想 你爸妈也是可能 一般生活 工作上班 照顾小孩 就他们没有办法 再像我们一样 去认知新的事物 他们可能就利用电视 或利用自我型手机 甚至朋友的交手传额 去了解新的一些知识 那这些都需要时间 所以有些那种出柜的 他们说 父母为什么不理解 我觉得你超白痴 你凭什么 他们生下你 也要感到 谢谢他们生下你之外 你还要想的是 他们真的需要时间 因为他们的接受 跟你接受 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需要时间是一点 然后就算他们不接受 就算他们这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接受 也没有关系 就是我不会有这个情绪 情绪勒索 就会觉得 他是我父母 他一定要 不管过多久 就是我 我不会觉得时间这点 我是没有 觉得一定要给他时间 慢慢接受 就算他之后不接受 我觉得他就算最后还是不接受 我觉得那就是他的立场 他可以有他的立场 我可以尊重 所以我觉得 身为小孩 我不会觉得 父母一定要无条件的去 就这样 我觉得你只在耍任性而已 好 如果他最后真的不接受好了 那顶多就是 井水不犯河水 maybe你就搬出去住 或者你可能开始 你自己的生活 即使他们到最后 还是没办法接受你的 这个身份的话 那你也只能让他们去 就你也不能说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立场 可是我觉得亚洲的小孩 可能也有一部分 是因为这个关系 亲情这件事情被绑得很紧密 所以他们会有那种 想要情绪勒索 除了像我刚刚说 就是像 他就不是接受了吗 他接受 不只台湾小孩 可能所有的小孩 都会需要亲情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人类好脆弱 你看像动物 他们被生出来 他们也不一定需要 父母在身边 可是人类就是需要 人类对亲情 会有某定程度上的依赖性 所以就是像 他也分享过 他出柜 其实很不愉快 他的出柜故事 非常的 蛮drama的 然后他爸是 完全一开始都不接受他 他就是搬出去住 直到后来近几年 他就觉得亲情这件事情 因为他从小 其实因为他自己的身份 被受到很多 社会上的排挤 或是歧视攻击 所以他自己也想要 组成一个家庭 他对家庭有一些 就很多人 对家庭有一些向往 想要组成自己的家庭 所以他对家庭 亲情这件事情 就有一些那种 情绪的想法 他不是结婚了吗 对他结婚了 因为他自己有这个执念 或是目标 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 真的爱他的人 然后跟他组成一个家庭 然后也去修复他 跟他爸的亲子关系 他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好的 就是这一路走来 非常的辛苦 很照他的方向 跟目标 去达成他想要的亲子关系 可是我觉得就是 他们还是会有那种 他曾经就分享他出柜 然后他爸爸不接受 他会觉得很难过 就是他为什么 就是会有那种疑问说 为什么父母不能接受 我原来的样子 就是很多 真的是蛮多同事 会有这件事情的执念吗 还是执着 人都是个体啊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爸妈一定也会有 他们自己的想法 或是看你们自己的 就你对于这个家庭 或是你们亲子关系 你自己对于 你需不需要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自己是不需要 这样讲会不会很冷血 所以我被说冷血就这样 我们就保持 就是目前的状态 因为 因为有些同志 会希望说 至少 对他们会希望 得到父母的认同 在怎么样之前 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的小孩 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的确是一个观点 但要排除的是 你不能情绪勒索你的父母 即使你今天表达了你的身份 就像我们之前分享过 那个化妆舞会那一集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这样戴面具什么的 但是我不觉得 不是那种很极端的类型 大家所认知的那种形象的同志 对 某一些太明显的 侵略性的 特质 特质 所以暂时把某一部分 没有展现出来而已 Got it 今天这一集是什么都可以聊 不行我什么都不能聊 但是确实说到特质这件事情 大家就会很容易有 寂静影响 我觉得啦 高中开始吧 大学maybe whatever 那时候我开始在经历我的出柜历程的时候 我觉得我得到两个 两个很有趣的论点 有一派的人会觉得 哈你竟然是 然后有一派的人觉得 哦看出来 反正那一派的看出来 我觉得还好 可是惊讶的那一派的人 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就问了很多人 我就说 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是什么样的形象跟特质 才会让人家一眼出 哦干他是同志 可是你会觉得 有必要吗 你懂为什么 我懂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 当然有些特质很明显 那就是另当别论 其实当时会讲什么 gaydar gaydar什么的 然后有些人就 啊你应该会有gaydar 什么 我说干我还真的没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会惊讶这件事情的人 那一派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们平时是 被什么媒体 还被什么事情影响 导致你对于同志这件事情 有某些形象的认知 我觉得多少都会有 就是被很多 很多圈内同志 很多媒体 他们去知道 同志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模样 而去凭这些 参考依据 对对对对对对 像反正有一个室友 就跟另外一个室友在聊天 其中一个室友 A他就跟B说 你看那两个人是同志 他们就在路上讨论这个话题 B室友是一个日本人 他可能在 就是友善跟他说 台湾会蛮明显的 可以分辨出谁是同志 反正他就问他说 那个日本会有很多 很明显看得出来 是同志的人吗 那个日本人就说没有 日本人其实蛮多 还是比较隐晦一点 看地区吧 对可能看地区 反正他们那时候就说 台湾其实有时候 你可以透过一些什么 他就在聊刚刚那种 可是你听到那个特质 你不觉得很气吗 Why 为什么他凭那些特质 就可以认定一个人的同志 刚刚聊的那些 他们就是这些 有一些人 他们会依据一些 可能觉得某些人是同志 这样子 我觉得蛮奇妙的 他也不是一个问题 他也不是一个什么 他也只是一个 大家可能会因为 某些管道 吸收到的一些认知 所去做一个 分类的参考依据 大家很懒 这样子可更快地知道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什么之类的 真的是很多人都喜欢问 他们就很想要知道 二选一这种东西 Oh my god好累 可是有时候你会很讨厌 有些人要讲不讲的吗 我不会 因为像有些 有些你可能知道他是的 他就是不想出柜 但是你可能知道他就是 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都不承认 我会觉得他不承认 又怎么样 那些人要讲不讲 我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老实说 出柜这件事情 或他要不要承认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 选择在于他个人 对啊都是他个人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去抢 干你一定要出柜什么 那个是人家自己的选 他不觉得很妙吗 大家对因为特质 然后要认定说 哦这个人是不是 亲爱的初恋 我推荐大家看 因为亲爱初恋真的是 我之前忘记看到 哪一个影评还什么人 就说 如果你今天 是一个同志身份的话 然后你又不想要 很直接的跟父母讲说 哦我是gay 或是跟你身旁的一些 比较亲密的人 讲我是gay的时候 你就带他们去看 亲爱的初恋 我觉得他最棒的是 他没有很极端性的 就说 gay那这样这样这样 因为他有点游移在 光谱期 对我来说他毕竟还是同志片 哦当然 只是他是一个非常 合家观赏的同志片 他没有很多 完全没有那种激情啊 床戏 或是那种很可怕 或是很极端的 或是看不下去 就是有些同志片都 太多裸露 反正他就是一个 很适合合家观赏的 同志片是没错 但我还是不敢保证 哦 如果你家里很 就是像现在你知道 很多戏剧会有一些 同志的角色 哦 除了连那个八点档也有啊 对八点档有 然后很多偶像剧 其实也有 像之前很红的 十六个夏天 林兴如真的演的那个 林兴如跟徐伟宁 还有周星哲 红的时候嘛 嗯嗯嗯 周星哲他那首歌叫什么 那部剧的那个 主题曲啊 他为那首歌 拍的主题曲 对反正就是那首红 因为我跟我家人一起看 因为他就是男女主角的戏 你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后面居然来了一个同志戏 你还记得他里面有同志剧情吗 不记得 你可以大概讲解一下 我也忘记 就是林兴如这个角色 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徐伟宁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最后徐伟宁这个角色 喜欢林兴如 但他们应该没有把他坦述的很多吧 稍微带到 对就稍微带到 可是就其实看得懂啊 其实对他就会有讲 他还是有一些明显的 阐述出来 只是没有太太夸张 但是他就是有提到 就是他喜欢女主角这件事情 哦 所以我爸妈那时候看到 嗯他怎么会喜欢女生 哈哈哈哈 跟爸妈看一些剧 有同志剧情的 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吧 所以没跟你爸妈一起看剧 会啊 我不是之前说 我很喜欢逼家人跟我一起看剧 我会看什么演唱会 对演唱会是 会找我解 哦OK 反正就现在很多戏都会有加一些同志的元素在里面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不加好像被拍几样 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而且现在很多服女 很多看服剧的人 你知道台剧不是有一个系列叫 History 哦 这个系列 就是他们从他们已经出了四五年 每一年都会推出一档的 同志情人 对BL剧 其实也不止这个系列 然后蛮多剧组都会拍一些同志的 BL的片这样 或者是会带到同性情谊的事情吧 我是蛮乐见看到有这么多这种戏 我觉得可能是透过戏剧或是影集这种状态下 去让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普及一点 对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些都很正常的存在 他可能就是知道跟那些异性恋的恋爱戏是一样的 我看过一个人的分享 就一个演员 台湾演员 他就拍了一个BL剧 那时候访问他的记者 问他你对这个类型的剧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的回答我觉得很赞 他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类型 他的意思就是他觉得跟异性恋是一样的东西 他不觉得BL剧要把它当成一个类型 他觉得他只是在演一样爱情剧 他说那种类型的话 他就是一个爱情剧 他不会说BL是一个类型 他回答很好 我觉得他回答很棒 辅女都很常把BL跟gay的生活混在一起 怎么的你有遇到什么困扰是不是 不是 是就是以前很常会有些辅女都会觉得 哦天呐 BL就是完全没有 BL跟gay是两回事 他们虽然都是同志的相关题材 可是BL的生活很难会出现在gay的生活里面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BL剧 他还是以一种梦幻非现实的情况去 毕竟他是一个戏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参照了很多改编啊 或是 就是满足一些大家的幻想吧 对满足幻想的元素 就跟很多 那种以前那种恋爱总裁爱上 琼瑶系列 对那些也不可能是真的啊 就是谁一个总裁会爱上一个 什么咸鱼翻身的女主角 那当然就是剧情改编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些剧影响 所以就是不管 无论是BL还是总裁爱上这种 一般异性恋的剧都一样 对啊 好你还有什么其他要分享关于出柜的事情吗 没有 或是其他身边的出柜经验 没有欸 想经常在出柜啊 真的这倒是真的 对所以就是 分享我觉得真的 都什么年代来的 真的没有一定要出柜 也不用一直去问 或是去猜测一个人 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或者是也不用情绪勒索 你的父母亲 为什么不能接受这样的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跟他们接受的教育 跟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既然 想要你的爸妈去接受你的话 那你势必有这个义务 要去让他们了解 跟学习 跟认识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蛮好 就是你 这是一个过程 就如果你想要他们接受 你也要试着去付出一点什么 而不是你只跟他们说你是同志 那你就要他们马上接受 对啊 怎么可能 两败俱伤欸 你这样其实会很痛苦 我说认真 我觉得没有这件事啊 或是你真的不用把亲子 这件事情绑得那么紧密 我会呼吁这件事情会不会很奇怪 没有 我觉得就你不用跟你的父母 那么亲 也不是 也不是那么亲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你不用讲的那么明白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 因为像 你看我20岁当时跟我爸爸出位 我也到了现在有27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他们才慢慢的去认识去了解 甚至他们可能自己有学习到某些事情 所以导致他们到了近几年 后面才发现 哦原来是有这个东西的 对啊 我觉得他们家长父母愿意改变 愿意去调整跟学习 不管怎么样 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但是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有些人会觉得他一定要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什么 反正我就是没有这个立场 也没有这个观点 不觉得他一定要知道我真实身份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们才够亲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阶段也是 我跟我父母也很好 我也很爱他们 没有想要明讲啦 对 没有想要公开讲这件事情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咯 大家真的是 好好地爱身旁的所有人 爱你自己喜欢的人 因为你被爱是很幸福的 所以你也不能 随便的情绪勒索一些 人 为什么没办法接受原本的你自己啦 没错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最后送给他这首歌叫做 I'm gonna lose myself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me straight through the dirt, my sleeves pulled up, my head held high No shirt, no shoes, but a beating heart, and I made sure that my tongue was tied Tried to shut up and just put up with all the lies they told Guess this is what it's like when you grow up I'm feeling old, some say it's normal when you get formal It comes with age, what a mistake 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dreamt of something greater Like standing on a stage and hearing all those people shout my name But now I'm hanging low and looking for someone to blame, so I'm not gonna lose myself I'll be standing high and I'll win the fight I'm not gonna lose myself And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I could control the fire, I could conquer the night If I could make it, if I tried to drive the red lights I could just be the same, or be winning the game I was standing high, and I win the fight I don't know if I can make the days go by like this right now I don't know if I can make it when I walk alone I don't know if this road is too long, guess I'll make it somehow Can somebody come and save me, I just wanna know To win a surprise, that you'll be with this tonight So keep playing hard and in for the stars Cause to win a surprise, that you'll be with this tonight I'm not gonna lose myself this time I'm not gonna lose myself I'll be standing high and I'll win the fight I'm not gonna lose myself And I wanna know, yeah I wanna know I could control the fire, I could conquer the night If I could make it, if I tried to drive the red lights I could just be the same, or be winning the game I was standing high, and I win the fight And I win the fight And I win the fight